OK,那我们把图给画一下 我们就不新建了,我们就直接根据之前这个油面类图的这个油面就直接画了 接下来我们先建一个类 我们先把这个需要的这个类呢,都给它画上,需要pack 这两个我们就先清空化 pack就是停车场,对吧 好,停车场需要什么呢,需要 分层嘛 这是层的一个class 然后每个层里面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place,就是车位 好,我们说过,车位它需要一个属性 empty,这可以写的加号 empty,然后这是个barr类型的一个属性,来写的它是不是空 然后呢,车位呢 还有一个in的方法和一个out的方法 就是是如何离开 但这个in和out呢,它可以改变这个empty,对吧 然后flow里面呢 flow里面每层里面肯定是有places的 对吧,placeit就是说,是我们一个数组,是所有的车位 这我们可以加个加号,把这个 车位的过度函数这个类给写上 然后placeit呢,我们要显示什么呢 我们要一开始的,要显示每层的一个空域车位数量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每层 每层,我们都需要显示这个empty empty place name 那它返回的肯定是个name 每层显示当前的空域车位数量 我们把这个关联关系给它加上 好,然后接下来是park park它当然是停车场嘛,当然是分好几个层 然后呢,跟刚才一样,我们也是把这个 加一个属性,叫flow 就是所有的层,然后是一个数组 然后每个元素呢,都是一个flow类型的 然后停车场呢,还有一个camera 就是这个摄像头 camer类啊,当然我们要 给它 画在上面吧 这个camera的一个类 好,我们先布写啊 现在关联关系,然后呢 camer下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screen 出口的屏幕 好,同理,我们要加一个screen的一个类 写在下面 好,加关联关系 然后停车场还有什么,还有一个car list car list就是一个object 就是一个 停录所有车辆的一个 记录 先把它关系删掉 我们等会再加上 然后呢 再就是这个empty number 就是针对停车场来说 整个停车场的所有层的一个 空余车位的数量啊 车辆使入之前要看的 这empty number 然后in 我们把tower card 就是 车辆进入 out呢就是 什么车辆使出 对吧 inout就是停车场的一个 入口函数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关联关系加上 当然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 还需要一个car的一个类 这个car呢 它有个什么 它有一个number 车辆号 其实对停车场来说 每个车就是一个号码 对不对 他不关心这个车到底是什么颜色啊 什么价格呀 什么名称啊 这都不关心 只要有车辆号就行了 只要车辆号你就可以进了 当然这个地方也要加一个关联关系 好,这是整个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带修修补补补啊 就是在这个 camer里面呢 我们要加一个short的一个方法 就是拍摄 我们要把car传进去 然后camer它要返回一个oplex 就是我们要 把car传进去之后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失败号和使入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呢 要存在这个carless里面 然后screen呢 它就是一个 出口显示器 就去显示这个车辆的信息 以及车辆的 使入的一个完整的时间 好,所以它返回的这个string类型 当然传入的时候要传入一个car的一个 对象 intime intime呢 其实就是在出来的时候 通过这个carless里面 通过这个car的一个number 来获取的 它这个 当时 camer的拍摄的时候 的一个时间 好,我们再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排列 稍微考看一点 好,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题目的一个 有没有类图 大家应该也跟着一块画完了 好,既然这个图已经画完了呢 虽然说题目中没有写代码 那我们就把这个代码一块写一遍吧 要不然也是 相当于事情做了一半 当然我们这儿并不是说像 之前说的那个same一样 这么珍惜时间 因为same的面试官一般都是比较忙的 当然我们这儿做视频 我们就一步做到底 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 写出来 让大家知道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